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阿迪 看到我們背後滿滿的海鮮 就知道我們要幹什麼 我們要吃海鮮嗎 不是 今天不讓你吃海鮮 今天不讓我吃海鮮 為什麼這邊不是特產就是海鮮嗎 不是因為北海道的海鮮 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有名 你知道嗎 我們當然還是要吃海鮮 不過這一趟呢 我要帶你吃一些更多 有別於海鮮之外的特別的食材 哦 到底有多特別呢 因為呢 北海道其實啊 它的緯度比較高 然後它溫度低 你知道 常年的溫度就比較低的 所以其實它不管是 除了海鮮之外呢 它在那個農業 還有畜牧業 它都是非常的發達 然後所以就這樣衍生出 它有非常多很特別的食材 北海道道央食材網羅特集 看我與小益走遍各地一一找尋 頂級食材第一站 竟然是日本人的遺產 聲音提示我還以為是它 我們今天要找這個食材 非常的重要 其實你已經聽到它的聲音了 鳥 鳥 頂級食材第二站 夢幻食材和牛養殖大公開 飼料聞得我輕飄飄 我醉了 我醉了 好香的啤酒味 它是好香的啤酒味喔 各國首腦也擋不住的美味 百老和牛竟然也可以這樣吃 它的肉餡 我覺得它不是攪得到很碎 它其實還有一點點精進在裡面 它是完全用純肉下去攪的 所以其實吃起來很脆 然後也沒有說覺得特別的油膩 頂級食材第三站 一年一度世界級釣海鮮大賽 想要拿食材需要先打敗假面超人 你還好嗎 我就是你玩假殺心 好 假殺心 頂級食材第四站 日本知名藝人 每天都來拜訪的60年好味道 我覺得它的這個醬汁真的很棒 它肉不只就是味道夠 但是醬汁加下去 就不會搶到那個搶掉肉的味道 連那個蔬菜都打在一起 其實它已經吃起來 沒有那個肉的口感 像米一樣 像肉米 頂級食材第五站 北海道廚房裡挖掘寶藏 一次願望各種滿足 還有傳說中的海中紅寶石 一入口 美味到讓我們覺得太幸福 烤得好香 而且真的 油脂很豐富 真的 把我的糾纖賣掉 我都會想吃 好吃到就是你會 找食材 尋寶去 我是在北海道挖掘 各種特殊食材的愛玩客 觀眾朋友啊 在北海道除了因尚未過度開發 而保留著許多好山好水的風景 吸引大批遊客前往觀光之外 還有一項專屬於這個地區的特色 因為是日本農產品最大出產量的地區 因此還有著日本糧食基地的美名 此外因為天氣與環境等因素 畜牧業與乳漬業相當的發達 更還有著絕佳的漁場環境 光是這樣說就可以想像這裡的食材 有多麼的豐富 而二條市場便是漁獲集散地之一 來到雜謊更是不可錯過的市集喔 北海道特有的食材霸霸款 聽說陽堤山下的荊棘丁 有著意想不到的食材 我們開車出發 請往看看吧 怎麼樣 這邊有沒有很漂亮 這裡也太舒服了 小儀 你現在帶我來這邊 這是哪裡啊 這是陽堤山的附近 陽堤山 而且我們剛剛經過看到一座 很像日本富士山的地方 對 所以這邊算是山腳下 但是我們是要來吃東西 我們是要來找一個食材 那這邊 這是一個公園耶 而且我只看到湖 樹 還有鴨子 那不是我們要吃鴨肉嗎 不是 我們不是要吃鴨子 我們今天要找這個食材 非常的重要 其實你已經聽到它的聲音了 鳥 什麼鳥 水啊 水 水 水是不是在我們料理當中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有沒有 你要熬好的湯頭 或是說你要泡茶 或是你要弄咖啡什麼等等的 都是需要水嘛 好的水嘛 水很重要 但是這裡的水到底有什麼特別的 它不就是一個公園嗎 沒想到我們開了三個小時的車 找到的第一個頂級食材 竟然是水 雖然我們知道許多料理 都脫離不了水 但大飛舟章跑來 想必這裡一定有我們不知道的秘密 在探究這秘密之前 發現我們所在的名水公園 除了保有森林的自然生態外 聽說冬天裡的雪景 也是相當著名喔 前方好像有人在用水桶裝水 我們去跟他詢問看看 或許他會知道這水中的秘密 我們今天是來這邊拿這個水 就是來找這個水的 那這個水為什麼那麼有名 其實這水是 客人的水 不可以講 對 很有名的水 非常美味 所以這也是就等於說 是有點像我們台灣一樣 很多地方有沒有 有一些山泉水 只是在日本這邊 他們這個陽堤山的非常的 這邊極具代表性這樣子 可以直接這樣喝嗎 可以直接喝 可以直接生喝 因為其實你看到他那個 非常的整個水管 就這樣接下來這樣子 真的是蠻甜的 而且它這個水很涼耶 這個大概是幾度的水啊 常年均溫在6.5度C左右這樣子 那你們會拿那個水來幹嘛 煮飯還是說泡茶什麼的 泡咖啡 沒想到這湧泉水可是大有來頭 因為在陽堤山下 常年累積的雨水與雪水 滲透地底再從山腳下湧出 每天可湧出8萬噸的水量 成為荊棘町的居民們 生活用水的主要來源 這裡不只被列為日本百大 泡水之一 還被政府列為北海道遺產呢 現在裝完一桶桶的水 老闆娘剛才跟我們說 在旁邊有著她自己的咖啡店 手工現泡的泡水咖啡 我好像聞到濃郁的咖啡香了呢 咖啡來了 嗨 咖啡ですね 謝謝 那我覺得咖啡好不好喝都見仁見智啦 我覺得每個人對於咖啡評價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杯很有誠意的咖啡 為什麼怎麼說呢 就是說第一個就是她每天要這樣去拿水 然後再來就是她標榜的 她的這個咖啡豆是 他們自己在那邊烘焙的這樣子 然後重點是坐在這邊 你不覺得很舒服 很舒服 而且你不覺得我們現在坐的椅子很有特色 它的這個是麻布 這個應該是他們原本就是拿來裝 咖啡豆運過來的時候 裝咖啡豆剩下的這個麻布袋 相當有創意而且有自己的特色 而且這個很特別 對 這個是 紅酒 不是 紅酒 這做得很像蟲酒有沒有 對啊 這真的是我喝過最有誠意的一杯咖啡了 老闆娘為了將最好品質的咖啡呈現給客人 除了每一天早上親自去湧泉口 一桶一桶的將泯水裝回來製作咖啡 就連外帶的部分也如此講究細節 不惜成本 使用了不會讓咖啡變質的玻璃品來裝訪 讓大家離開了這邊以後 還能完整品嘗泯水咖啡的風味喔 找完了第一項食材 水 接下來下個食材尋找地點 聽說跟還有關耶 老車 你幹嘛一大早我把我拉到海邊來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夢 我們看到這個港口都有一種恐懼症 對 我們通常一大早來港口 以前的話不是來跳海 只是來把人家推下 製作單位自從體驗到我們 讓我們體驗到就是出海抓魚之後 他現在又要讓我們出海了 今天鬧了吧 很冷欸 你看我都穿這麼厚了 對 沒有啦 今天我們不用出海啦 但是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其實非常開心 因為其實北海道有很多 很新鮮的海鮮嘛 那今天所以我們就是要參加 就是季捕魚之後 我們要參加一個就是 世界釣海鮮大賽 蛤 這裡 世界釣海鮮大賽比較唬爛我 我沒有唬爛 世界級 製作單位想 假的啊 真的 這裡怎麼看也不像可以釣到魚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走走看看吧 我真的是來度愛玩客 這趟北海道之行 一直不斷地出海捕魚 出海捕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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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食材 我差點都以為 我是不是來錄日本魚很大 不過好在小儀剛才說 這次不用出海了 但是要來參加一場 世界級的釣海鮮大賽 蛤 導遊說在北海道的風捕丁 這裡盛產某一種海鮮 那就是我們比賽要釣的主角 但到底是怎樣的世界級活動呢 我們快去看看吧 我們要釣的東西 其實就是扇貝 就是這個 扇貝你有釣過嗎 沒釣過 釣蝦我很厲害 釣扇貝我還第一次耶 比賽還滿特別的 我們沒有看過這樣子 我們這邊有一個達人 我們直接來問他一下 當地的那個友人 歡迎光臨 為什麼你們這邊有這個 世界釣扇貝的這個比賽啊 這個街 豊浦町 是這個蝴蝦養殖的 発祥地所知名的 特產品的誤投資競技 這是世界蝴蝦釣選手権 但是為什麼我們身後這一排東西 這個很面熟耶 這個應該只有在這個拳擊場上 才看得到 跟釣扇貝有什麼關係 這個豊浦町 就是世界競技競技競技 所以這個風捕丁 就是它是生產扇貝的地方 只是說這邊出了 曾經一位選手 他是得到了世界拳擊大賽 世界拳王獎 所以就是用這個當吉祥物 來做一個這樣的比賽就對了 了解 你們這個扇貝要什麼釣啊 這個 紅色的部分 紅色的這個桿子 然後有紅色的這個把柄 握這裡嗎 那以外以外的話 不可以 這個只能握紅色範圍的這個位置 超過了就不能握 如果這個樣的行為 審判會看到的場合的話 黃牌 跟森林一樣 是不是有黃牌 那黃牌有什麼處罰嗎 還是會直接出去 15秒間的競技停止 15秒喔 15秒就是停止不可以 做任何的操作就對了 好 好 我剛剛那個 妨害的聲音 對 走 好 好 會被趕出去的對不對 OK 沒想到這世界掉扇貝大賽 可是相當嚴肅的喔 除了在比賽中有裁判之外 限時三分鐘 是比照拳擊模式一樣 另外還特別設置了 紅黃牌處罰規定 是一個完整 且鄭重的比賽活動的 聽說現在的世界紀錄 是在三分鐘內 掉起15個扇貝 阿B 我們兩個先來PK一場 看看有沒有機會 打破這世界紀錄吧 準備 開始囉 三分鐘 這很明顯嘛 看你就知道 要用這個針給它插進去 然後想辦法讓它吊起來 OK OK 你看... 就是這樣... 你要利用那個 讓它卡進去 OK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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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OK... 一隻了... 一隻了... 一隻了 一隻了 時間還有一分多鐘 沒關係 時間還有一分多鐘 等一下...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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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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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選手太常犯規了 不好意思 第二個 五十秒 五十秒 二十秒 啊...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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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秒 好難喔 勝者 Lisa 耶 我這樣子跟他比完之後 我有什麼獎品啊 喔 出發了嗎 我明白了 如果贏了這個勝負的話 我會把衣服交給我 這個也太厲害了吧 還有金腰帶 而且他還有自己的面具 然後金腰帶 傳說的 他會講話嗎 hao 他不能講話 他不能講話 主辦單位真的很用心耶 就連這贛君的腰帶 都是依照全級贛君的腰帶樣式設計 不過要戴上這腰帶 還是要先打敗慚敗Pacicular 但做為兄弟的我 雖然你剛剛賴比 但沒關係 我無條件一定替你加油 準備 戰鬥 加油 有了 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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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麼写著? 好 拒聖 ñ 蠻 抬起 好好玩 嘛 倒ă 寬布 马 delicious 比例 Unde 好 吃 兩百塊 一番好嗎 想作弊都作弊不了 護照護照 護照護照 不愧是世界紀錄保持人類 就算阿弟在旁邊這樣好好照顧 還是讓他吊起了不少扇貝 是說沒拿到冠軍腰帶沒關係 這一顆顆手掌大的扇貝 光看就讓人口舌又不停了 貼心的主飯單位說 已經在旁邊幫我們烤好了 許多的扇貝大餐 不多說趁熱我們快來品嘗先 這就是整個干貝的那個感覺 而且這個扇貝其實 就是跟我手掌一樣大 它沒有多餘的調味喔 什麼調味都沒有喔 非常好吃 我們很少會吃到 這麼新鮮的扇貝 而且它是很新鮮 天然的一點點鹽巴的味道 你知道嗎 海鹽的味道 鹹味 然後這個干貝這個肉很甜 非常的甜 這個比我們在吃的干貝柱 冷凍的都還好吃耶 30級的 對 比30級的還好吃 因為它剛剛還是活的 我們還在釣它耶 天啊好好吃喔 為什麼你們這邊的扇貝這麼好吃 對啊 這裡有山也有 那個山的栄養分 在海裡流了 海裡的新鮮的栄養分 很多栄養分 它是放在海裡 超好吃的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我真的發現它這邊的扇貝啊 比我們在其他地方看到扇貝 你看都好肥耶 而且台灣完全看不到這種 這麼大顆的裡面好實喔 我覺得很難得啦 今天很難得 對啊 你看自己釣的自己吃 對啊 而且真的好玩又好吃耶 來到北海道 絕對不能不來豐埔丁這個地方 除了一同參與釣貝的樂趣 更能吃到最新鮮的火烤扇貝喔 吃完了扇貝老幽說 第三站的北海道頂級食材的所在地 就位在百老這個地方 而且這個食材 可是舉世聞名的喔 我們感覺是要去進行一場 生化大戰去訪問 特別我們可以來到這邊拍河牛 河牛常吃 但河牛怎麼養的都沒拍過 所以就來看看 阿弟 河牛我們常吃 但是第一次來養河牛的地方怎麼樣 第一次看到活生生的河牛 其實比想像中還要大隻耶 其實它養殖的環境 比我想像中的來得寬敞很多 對 有沒有 然後而且它只有大概五隻五隻養 但是就非常的大隻 岩崎想要問你說這個河牛 在北海道很有名對不對 那牠們是吃什麼樣的牧草 還是喝什麼樣的水 牧草是自己的牧草 牧草是牧草的牧草 牧草是牧草的牧草 直接牧草 我們剛剛有看到 其實牧草底下還有一些很像玉米 還有一些好像其他的果物 這也是牧草自己配出來的飼料 我醉了 好香的啤酒味 它是好香的啤酒味 對 所以好香喔 對啊 好香喔 你加這個啤酒酵母 是不是讓它的肉更好吃 難怪這麼好吃 和牛的那個味道吃起來就是 跟美國牛的完全不一樣 因為真的聞起來 剛剛那樣聞起來真的非常香 有一個啤酒的那個香味這樣 這裡的和牛主要靠人工餵養 將牧草用鬆散這樣牛群 才會方便食用 除此之外呢 每天都需要餵養至少12公斤的牧草 以及飼料 這樣30個月後 才能養成壯壽的和牛喔 聽說每日高峰會 在北海道舉辦的時候 就是提供百鳥和牛 給領袖官員們的食用 想必一定非常的美味 我們來去牧場直營的餐廳 品嘗看看百老和牛的風味吧 如果說喔 牛肉是我最愛吃的東西的話 第一名就是日本的和牛了 考考你 你知道這個肉長什麼樣 什麼部位嗎 這個我一看就知道 這一定是牛舌 雖然它不是切成圓 但是它的紋理形狀 然後這個是我最愛的 橫隔膜肉 橫隔膜肉是我最愛的 但這個部位 看起來完全是像黑鮪魚的那個 湯隔膜肉 所以這個是牛的哪一個部位 沙哥 上鮪肉 上鮪肉也是 他算是牛的最肥美的部位 所以它最美的部分 油花最美 等一下 我看到一個很特殊的東西 這個香腸 太奢侈了吧 和牛做成香腸 第一次看到 你想吃什麼 你先烤 我想吃什麼 對啊 自己烤 牛舌 滋滋香耶 而且我發現你這個醬很特別 為什麼你的這個醬上面 這個醬油大家其實都知道 為什麼會有蘿蔔泥跟芥末 因為有脂肪 所以要吃甜點 然後用蘿蔔泥 試試看他都用蘿蔔 開動 好好吃喔 而且我知道為什麼他用蘿蔔了 你吃吃看 你等一下吃吃看 喔 我知道 因為他這個牛肉本身其實油脂非常豐富 吃一點芥末有一點嗆味 會讓你整個那個油膩感 整個會被取代掉 而且可以增加那個牛肉的甜味 而且你這個牛舌好好吃喔 就是因為這個牛舌其實它 油脂非常豐富 它並不會說像外面有些牛舌 我最討論吃到的就是那種薄薄的 烤起來很乾 而且它沒有腥味 而且咬下去其實它還是有那個脆度在 不會說很軟 就是咬不斷 它是咬下去就 一口就斷了 而且但是會有一點點脆度 吃一下喝歌膜 真的好好吃喔 我覺得用那些什麼入口即化 什麼油花很美那個都有點粗俗 就是有點太想用 就是你真的停不下來 你就一直想吃 因為它每嚼一口 它就在融化 每嚼一口就在融化 然後吃起來是非常舒服非常甜的 不會說有很多 你可能有時候 我們吃美國牛 你會覺得太油膩 或是說你有時候吃一些澳洲 或你現在的和牛 你會覺得說 它可能比較有一點炒的腥味 可是這個是完全沒有 而且它這個 也沒有說讓你油到覺得我受不了 它是甜的 它真的是甜的 非常的甜 這個真的很講究 因為烤牛肉啊一定要用這個鐵 就是鑄鐵的盤子 它才能產生這個梅納盤 把肉的那個甜度烤出來 然後用那個炭火去烤的話 又會有一點那個炭燒味 就有香氣感 天啊在和牛產地直接吃到的牛肉 美味程度果然不一樣 因為以玉米加上啤酒酵母 作為飼料餵養的關係 牛肉本身的油脂豐富 又帶有甘甜味 除了橫隔膜 這牛舌也是相當珍貴的部位 吃起來相對的更有脆度 接下來這和牛香腸 沾上芥末子的醬料 不知道味道會如何 吃法好像德國香腸 它的那個肉餡啊 我覺得它不是攪得到很碎 它其實還有一點點精進在裡面 所以咬下去其實是有口感有嚼勁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吃到香腸 可能會用一些豬肉 或是一些什麼雞肉下去混合 可是它是完全用純肉下去攪 所以其實吃起來很脆 然後也沒有說覺得特別的油膩這樣 我覺得還滿爽口的 你能想像吃的香腸 竟然是用和牛製作的嗎 這太奢侈了啦 這和牛香腸分成兩種口味 紅酒香腸會在口中 越嚼越散發出肉汁的甜味 而後再慢慢出現些許的甜酒味 而另一個馬鈴薯洋蔥香腸 透過兩種蔬菜的脆口 增加香腸的口感 老闆說在處理和牛各個部位後 會剩下許多的和牛絞肉 他們便不浪費地拿來製作成和牛香腸 現在重頭戲來了 據說這上腹肉 可以說是和牛中最頂級的部位 一隻牛大概只有多少腹肉可以用 一頭牛5、6公斤 一頭牛5、6公斤 那一隻牛大概多重 一隻牛大概多重 等於是只有 十分之一不到 對 百分之一不到 百分之一 就把油抖一抖 來 你吃吃看 你看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一定很好吃 不用咬 用含的 它的油脂就化掉了 太好吃了 天啊 超好吃 我整理講 超甜 這個真的就是很好吃 真的 而且就是你看 你從這個牛肉你可以知道說 這個牛肉的養 從生產養殖到成盤 全部通通都是一條龍的服務這樣子 而且在百老這個地方 其實也是有很多地方 是在賣百老的燒肉 但是只有這家店 它是從養殖到 然後甚至他們自己的牧草 自己調配的飼料 然後從養到宰殺 然後到甚至做成香腸 然後甚至還有自己的燒肉店 我覺得它是一條龍 所以是品質是可以保證非常好的 很厲害 岩崎さん 你這邊的員工 吃和牛要不要付錢 我可以來這邊上班 你可以來這邊上班嗎 可以嗎 可以嗎 OK OK 為了和牛 我還真的考慮在這裡工作了 雖然本來就知道 北海道的畜牧業相當發達 卻沒想到連和牛的養殖 也是如此了得 有幸進到牧場 了解和牛的養殖過程 甚至在產地直接品嘗 這真的是太幸福了 現在我們正要前往洞野湖 導遊說這裡有著一道 非吃不可的美食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洞野湖 洞野湖也就是北海道一個 也是一個蠻知名的一個觀光景點 它算是日本的三大湖之一 而且洞野湖很漂亮 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遠眺也可以看到一座很像 那個東京的那個 那叫什麼山 富士山 在這邊算是 這邊叫什麼 洋堤山 洋堤山 所以這家店叫旺洋堤 就是它可以 其實從店家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洋堤山 洋堤山 對 那這家店到底賣什麼東西 這家店特別在於說 其實它賣這張東西 它已經賣了70年之久 70年 對 什麼東西可以賣到70年 而且毅力不搖 而且是非常出名的 對 它是用一個 它是一個漢堡牌 而且這個漢堡牌 它使用的當然就是說 我們有講過 北海道畜牧業也是非常發達 它也是使用了 北海道在地食材的牛豬 好不好 它到底吃起來有多特別 走 我們去吃吃看看看囉 老闆娘 這個就是漢堡牌的醬汁是不是 這是漢堡牌的醬汁 在上面 看到整顆的蘋果耶 鶏的殼和蘋果 野菜 有很多 一週間 它這邊其實就是 它裡面就講了它有雞骨嘛 然後有雞湯 然後洋蔥 然後蘋果 然後很多的蔬菜 蘿蔔 一些蔬菜 所以這邊煮出來的時候 才變成這樣子 這個醬汁 我們要加上醬汁 加上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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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像這樣 這一鍋大概熬煮多久 才可以把它做成這樣子 這樣子 這個一鍋 大約5天 然後可能這個醬汁 再次1週間 你都要在前面這樣顧嗎 沒錯 火會這樣露出 沒想到光是一個醬料 就這麼費用 老闆娘說大約在60年前 美菌來到了千歲 那時候吃過美菌製作的 漢堡排後 便向他學習製作的方法 讓這一道料理成了店家的招牌菜 醬料處理完了 現在讓我們來學習 製作這特別的漢堡牌吧 這裡面有什麼東西 大概有什麼東西可以透露嗎 這邊的東西都是 這個肉是北海道哪裡產的 我們使用東山的東西 豬肉跟牛肉都是八雲產的 八雲產 在東野湖跟台灣中間的地方吃 喔 OK 所以都是用在地食材就對了 對 是一樣 要稍微去壓它對不對 然後去壓它 喔 OK 那用力去壓它是會 是有什麼原因要這麼用力去壓它嗎 因為肉的旨味 會變得好吃 喔 就讓它充分的 讓這個肉可以把這個 其他的一些材料的味道 都吸進到肉裡面去 所以要稍微用點力去壓它 那吃起來應該也會更有這個口感 這個不能用機器取代對不對 喔 都要純手工喔 先把機器取代 然後再摔 OK 摔肉的部分 就是我們一般學到的 大概就是要讓它有一點筋性 其實差不多 我覺得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食材跟它的調味 對 而且其實在摔的過程當中 其實它的蔬菜 尤其洋蔥的甜味非常的明顯 它已經整個往這邊沖上來了 這樣子要這樣子做 然後每天都要做大概將近 一百份嘛 兩百份 兩百份 哇塞 然後連續做到六十幾年 阿弟 別這麼說嘛 這次能夠進來廚房內學習 可是非常難得的經驗喔 老闆娘說 她從來沒有讓媒體進來拍攝過 將肉泥 以200克的份量塑形之後 就完成啦 店家每天都秉持著手工現做 不會有冷藏過夜的漢堡牌 雖說每天都要製作至少200個 但老闆娘 為了能讓客人吃到最新鮮的食物 便也不覺得這樣很辛苦啦 現在我們的漢堡牌下鍋了 飄著濃濃的香味啊 我們快來去座位 準備品嘗辛苦做好的漢堡牌吧 好 賣 賣 它這個 一般我們吃很多漢堡 你都會覺得說 它要嘛就是肉太老 要嘛就是肉太多 你會覺得吃了整個 它這個是連蔬菜都打在一起 其實它已經吃起來 沒有肉的口感 沒有那麼多肉的口感 它其實跟像泥一樣 像肉泥 你知道嗎 然後配了它這個醬汁好好吃喔 好軟 我覺得它的這個醬汁真的很棒 它肉不只就是味道夠 但是醬汁加上去 又不會搶到那個 搶掉肉的味道 而且我覺得搭配了剛剛好 就是酸酸甜甜的 然後其實它的醬汁又很 又有層次 因為它裡面就是加了蘋果 所以有一個很甜的味道 就是很甜蘭的那種水果甜 天啊這漢堡牌的販賣歷史 竟然已經超過六十年了 比我的年紀還要大啊 因為店家堅持每一道食物 給予客人要有 傳達幸福感的用心 在食材上 無論是漢堡牌還是配菜 都使用著當地盛產的食材 就連料理的時間也都相當講究 一定要讓大家在食物 熱騰騰的狀態下享用 也難怪連日本知名演員 高昌健之前來到這裡生活一個月 都天天準時來這裡報到喔 阿弟 我們介紹完北海道的肉類之後 其實北海道在台灣人心目中 其實有一個東西非常有名 海鮮 沒錯 看看我們山旁這邊 全部都海鮮就知道了 對 我們現在所在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一個地方叫場外市場 那非常的特別是它旁邊 就是北海道這邊的那個 中央的海鮮批發市場 所有的海鮮其實送上來之後 店家只能去那邊買 然後買完之後就送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這邊再給遊客買這樣子 喔 了解 所以我們在這邊吃到 就是新鮮的海鮮直接處理好 沒錯 在台灣只吃到進口了 我們終於來到當地吃了 沒錯 走吧 而且一定是最新鮮的 GO 提到北海道的食材 說什麼也不能忘記最知名的海鮮 回到了雜謊 除了先前提過的二條市場 另外一個名叫場外市場 更加不能錯過喔 因為這個緊鄰北海道的廚房 中央批貨市場 所有最新鮮的海鮮食材 第一手就是送到這裡啦 所以可以比其他地方 以更優惠的價格 購買到特有的食材喔 我們快進去看看 有什麼獨特的海鮮料理吧 哈囉 你好 你好 你現在整理毛蟹是不是 對 那個白海道產的毛蟹 很有名嗎 我聽過帝王蟹 但 北海道三大蟹 毛蟹 帝王蟹 松葉蟹 三種都有 你是第一次過來 我第一次來北海道 第一次來北海道 北海道好吃的很多啊 有什麼 螃蟹 海膽 魚子 這些都是來必吃的 這邊除了毛蟹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特別的 我們應該平常 夫人不會看得到的 帝王蟹的話 大家一般會健康看得到 對 活的比較少 活的比較少 活的在這邊就有 哇 它上面寫4.5是 4.5公斤啊 這麼大 可以抓嗎 可以抓 哇 好大隻喔 而且其實我現在 是有點危險的感覺 因為我們在台灣 看到活的都有綁起來 現在他沒有綁起來 而且他一夾上去 就變當布力士 來… 不要好 來 我幫你換一下 我幫你換一下 不要小心點 他最大的錢就OK 他的錢很有力 可以夾斷球菌 夾斷手指 對 夾斷球菌 哇 很厲害 哇 好大喔 而且我們其實看到這個地方 我覺得很特別 其實在日本很多地方 有類似這樣的地方 只是我覺得 它這邊分的區域比較特別 是因為它好像螃蟹就分一區 然後後面有一些乾貨 然後甚至是 在後面 我看到還有一間魚啊什麼的 而且 其實阿滴你有沒有發現 他那間創業65年 這個地方是已經開了65年了嗎 呃… 今年就70年了 今年就70年了 對 馬上峰湖又換7年了 這樣 對 而且其實這個70年 我覺得對於 在這個地方來講 是顯得特別珍貴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其實北海道它發展歷史 其實才100多年 對 150萬幾年了 原本從就是你知道 還沒有開發的時候 然後只有100多年 然後現在 這個店就已經開了將近70年了 你就知道說其實 在等於算是北海道 剛早期開發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有了 對… 這個的話是和日本的冰雪集 是一個年頭 跟冰雪集是一個年頭 對 特別容易寄 所以我覺得這個滿特別 就是說除了就是 新鮮的海鮮之外 其實它的歷史是非常有錢這樣 這家北之美味亭 進入店內就可以看到 各式各樣的西奇海鮮 已經開業將近70個年頭 除了廣受遊客喜愛 就連當地人 也常來這裡購買食材 在店內可以看到分了好幾個區塊 有活生生的海鮮區 還有乾貨區 伴手禮等等 讓你進來能夠迅速找到 想要購買的東西 小儀… 那個莫非就是我們熟知的 夢幻食材吧 這個東西其實非常厲害 非常的厲害 對不對 每一次看到這麼大隻的 這個應該是日本的三大鱗魚 對 這喜之刺對不對 喜之刺 對 對 沒錯 哇塞 你很虛貨耶 因為其實在台灣這個東西呢 非常的昂貴 我其實沒有那麼常吃魚 但是只要你去吃日本料理 或是你有熟悉的店家 他們都會跟你說好 後來跟你說今天有喜之刺 可是其實都沒有這個來的 都沒有大 這個到底有多大呢 你可以拿來給我們看一下 沒有問題 在台灣看到大概就這麼大 小小一隻 小小這樣一隻 然後要將近一千塊 你看一下這個多大 因為我們不能隨便抓這個魚 超過我的這個 大概已經超過 大概有錢幣這樣子 大概在台灣看到三倍大 對 那我覺得其實基本上 來到北海道就是說 一定要來吃這些東西 就是說吃這個海鮮的原因 在於說 其實在台灣吃 我覺得真的會比較貴一點 那你其實來這邊直接 就吃到產地直送的東西 我覺得會非常的開心 在北之美味亭 除了可以找到這些深蒙海鮮之外 店內還附有餐廳 可以將你購買完畢的食材 代客料理喔 既然是吃海鮮 那當然要吃最新鮮啊 直接請店家 幫我們料理一桌 最新鮮的海鮮大餐吧 這個 這個搖頭並不是代表不好吃 這個搖頭就代表說 太誇張了 現在才幾點鐘 就上了這個 有沒有 剛看這個海鮮丼 就至少有10種海鮮在上面 對啊 最具背海盜特色的石頭海鮮 都在這邊 你們早餐就吃這個 早餐都吃這個 好硬喔 老婆 我決定了 回去我就要把機票訂好 然後東西收一收 我們來這邊long stay了 早餐就吃這個 本身都吃這些 對啊 我先吃這個 這個是怎麼接受 螃蟹對不對 對 這是三大蟹蓋飯 三大蟹 帝王蟹 毛蟹 松葉蟹 松葉蟹 哇 螃蟹本身呢 除了新鮮之外 它這個東西完全不用多餘的調味 它裡面 因為螃蟹本身那個海水的鹹味 燙過然後整個把它扒下來 然後配上 你知道日本白飯本來就已經很好吃了 這個真的是讓你吃了一口之後 完全聽不下 而且三種蟹因為它的肉質不一樣 對 帝王蟹它肉質本來就比較粗一點 對 那我們可以吃到比較 纖維比較粗 然後松葉蟹跟毛蟹 尤其這個毛蟹吃起來真的是 一絲一絲這樣 就是你吃得到那個一絲一絲的 那個很紮實的 那個口感的感覺 但是你喜歡吃熟的 我喜歡吃生食 我其實剛剛看了這一盤很久 而且它太豐盛了吧 它總共加起來 我剛剛算了一下十種耶 對 所以十種我看 我認得出來就是這鮭魚嘛 然後干貝 然後這應該是我們剛好看到的 母丹蝦 母丹蝦沒錯 然後這個是 這已經煮熟了這是什麼 帝王蟹腿 怎麼樣 然後這海膽一咬下去 哇 鮮味爆開 然後再一顆一顆的那個 鮭魚子 噗滋噗滋噗滋 然後再加上白飯 然後再這個 這個是腹肉的地方嘛 所以油脂比較多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店用的是 野生的 野生的鮭魚 對 鮭魚 對 所以說相對養殖來說的話 要瘦一點 沒有那麼肥 好甜喔 新鮮度真的不用討論 就是肯定是新鮮的 但是我覺得這邊很開心就是說 你可以把每一種你想要吃的 新鮮的海鮮 就點這一碗 你就可以集合在一起 我覺得最重要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直接點這一碗 就是這邊的綜合海鮮丼 那你就可以一次滿足你所有的願望 為什麼我趕快快速的把這個講完 是因為我很想要吃這一道菜 這個才是我們最重要的東西 這個在台灣吃真的是 很難有吃到這麼大一味 好香喔 對啊 很好吃個肚子的地方 它這個谷邊的肉也很好吃 對啊 這個谷邊肉更細 然後它是更有那個靠近骨髓的那個味道 這個醬很好吃喔 你有沒有看到我都沒有聽一下 你這樣講不出話來 一直吃 烤得好香喔 而且這個油脂很豐富 而且這個魚的產量不多 產量不多 對 一天的話可能就進個幾條 所以賣光了可能就沒有 這樣一隻多少錢 這樣一隻的話 按時間不一樣 這樣大概有 現在大概八千 鹽左右吧 兩千多塊 這樣真的不平 真的不平 可是我真的覺得 我賣鞋我都會來吃 真的 把我的糾纖賣掉 我都會想吃 好吃到就是你 你會 你知道嗎 雲子回味的嗎 真的在吃手扒雞那種感覺 在台灣吃喜之日真的是很難吃得到耶 這家餐廳做了我們的結尾 是最好的原因 就在於說 你看我們吃到這麼多 你看有牛肉啊 有豬肉啊 牛奶啊 甜點都非常的棒 然後最後再把大家所熟悉的 這個北海道的海鮮 尤其是這個夢幻的喜之士 當成一個結尾 我跟你講 再美味不過了 而且這個結尾我希望可以一直講錯 我就可以一直吃 一直重複 一直吃 一直吃 你就知道其實來北海道 真的很好玩 很好吃 好吃好玩 然後這邊真的是 我覺得是快保底 因為各種 各種不管是路上的動物 路上的食材 海裡裡面的食材 都是非常棒 真的歡迎大家來北海道 太棒了 太棒了 剛剛有講錯嗎 要不然重講一次 沒有我覺得我也 不要再說結尾了 太棒了